主席 主席 各位官员 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 主席 我們請蘇主委 好 請蘇主委 蘇主委 我們知道這一次 今天這個廣電商法的修法 確實是知識題大 而且也是應該這麼多年來大家所關注的議題 那本席所比較關心的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 我一旦再講說 我們現在有限電視的一個收費 那當然有些太貴了 你當然有一些城鎮 一些他們的成本當然有所不同 那本來都是授權給地方政府去 去擬定那個收費的標準 那這個東西你們上次在質詢 你說能不能降價的時候 你說因為是授權 那個地方政府嗎 那現在你這次的修法的話 你把收歸於中央嗎 那現在就說 那你能不能告訴我就說 那既然你們收回中央以後 你們在訂定這個匯率的時候 你是要採取什麼樣的一個標準來計算呢 是 我們是因為 將來因為允許擴大經營區 而且將來會是數位化 其實階段性的話 未來其實會進行這個 其實最後會變成 朝這個分組付費的方向去規劃 所以在這個費率的這個審議的方面 我們現在目前在這個新的這個版本裡面 第44條的規定就是說 如果他現在還是這個單一直轄市 或者縣市的這個區域啊 目前還是由這個縣市政府審定 但是如果將來是整個跨區完成之後 才是到中央來審 等於就是說等跨區完成以後 那個像目前現階段還是由各縣市自己處理 各縣市政府在審 那跨區以後 那按照你的議題啊 按照你們的估價 會不會估算啊 會不會降價才是最重要的 呃我現在我想我們將來啊 非常重要一點就是說 即使是中央來算的話 我們也會請地方政府來 參與這個整個費率審議 因為這個才能夠反映出來地方本身的一些特色跟需求 所以這個費率並不是說中央機關就自己自己這個單獨來算啊 單獨來審議 我們目前來講 就算即使是像譬如說 我們代審的有這個全台灣的一些系統經營者 譬如說像台南哈 像我們省省的一些費費率 其實我們都是一個是邀請快才快的專家啊 那麼另外一方面我們都有邀請這個地方的代表 一起來參與審議 所以其實基本上他們對於地方的那個生態 他們是非常了解 而且會非常詳盡來跟我們討論的 我們本身是希望真的你要好好的去評估啦齁 那個因為假如說在那個都會區的話 那事實上他們的一些經營的成本啊 事實上是比那些鄉鎮都還要低啊 所以那整個收費照講是應該要下降還對啦齁 可是你事實上有一些鄉 有一些城市啊 那個你都會區的話收費你還比那些鄉鎮都還要貴的話 其實就有點不合理了齁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東西的話 真的要好好的在一起好好算一下齁 否則的話你今天那你本來是那個 可以在一個大社區裡面可以收費比較低 反而沒有低 而且比其他那個偏遠地區都還貴的話 那真的就很不合理了 是對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將來這個 那本題再請教一下齁 你剛剛也提到提到那個 我們有些電視的一個數位化的服務啦齁 是 那我有一個重慶資料 本來我們是講希望就是說能夠在 總統的政見說在103年的話要前面數位化啦齁 可是你根據我們目前的進度啦齁 到2011年啦 現在是整個的數位化 也就是說你的數位化的比例只有占11.28% 所以你真的要達到那個標準的話 你說你到2015年要達到所有的那個要75% 我看有困難 那尤其是你在這一次的修法裡面 你在我們整個的那個我們這一次的那個有線電視廣播法 第48條啊 這個你48條裡面你雖然你有寫說 那個系統業者應該要在我們這個修法以內齁 就是說你應該要在這一次修法 修法他們要在三個月以內要提出一個一個計畫出來嘛 那你提出來計畫出來以後 那他們假如沒有沒有辦法去實施的話 你你有一項就說你是在第一項後段 其位完成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不宜犯照經營許可之照 你說你說你只用得也就是這個把這個行政材料也放在你的身上 你今天他假如沒有完成到數位化 他沒有不願意花錢去改善這個這個的一個一個數位化的進度的話 那你唯一的審查檢証他在他要換照的時候 你在判照的時候你要不要讓他換 你說得 那你應該是那你你這樣的話是不是說 假如壓力又到你們身上去的話 那你你你你怎麼去管制他 他假如他不數位化他不那個的話 那你是不是應該是有約一級委員有寫說 應該會指或怎樣不以換照 齁那那是不是應該要更強力的一個比較有效的一個方案 來讓他讓他們的那個能夠能夠加速他的數位化的一個速度 還包括你那個划則啊 你划則也太輕了 你只有划他那個 怎麼划那個十萬以上兩百萬以下的划員 那這個會不會很輕呢 所以沒有辦法如期的達到你你的那些標準呢 是我先跟羅委員報告哈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裡面如果是這個有關法 這個獲得這個委員的支持通過的話 我們會請這個業者變更營運計劃啊 那也就是說營運計劃裡面就會去規範他們的這個進度 那所以不是到換照的時候才做這個這個審視檢查 而是說在中間變更營運計劃 只要他們沒有辦法達到營運計劃的進度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已經可以開罰了 不是啊他講他的營運計劃 當然你說誰會給你一個營運計劃 會寫成一個說他沒辦法達到嘛 所以我們可以強制他在做 對他們他們一定會 而且現在主要是說沒有數位化的最主要是說 你說了有線電視電視台的話 那個機上河的問題嘛 你現在機上河的話 除了因為你們有那個對於那個弱勢 弱勢團體的話你有補助嘛 那其他人講說沒有辦法他要自己去買 那一個兩千多塊啊 所以現在大家大家講說要花錢去買這個的話 那當然當然 他的進度當然會受到阻礙 所以對於這個東西 是不是說這個兩千塊 那有沒有是不是比較貴 齁那還有就是說 是不是有沒有 那想辦法就是用 叫那個有線電視他們應該要有一些優惠 或有一些什麼折扣 讓他們還是免費提供 這樣的一個方式才能夠促銷嘛 你看看我們交通部都可以為了e-tag 還可以打八折耶 還可以政府一年都可以損失二十二億 去補貼那個e-tag 你看啊那為什麼我們我們那個NCC沒有 沒有弄一個方案出來 讓他能夠更有效的來提早來實施呢 是我們在這個方面哈 我們現在朝著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數位化的方向規劃 就是說我們希望這個這個也希望能夠強制就是未來有些電視系統業者 能夠一在一個家戶裡面能夠提供兩台的免費的機上盒 然後第三台是就是用租借的方式 也就是說現在因為平均台灣的這個所有的家庭裡這個有的電視機數是1.9台等於是兩台了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那個業者能夠整個來把這個機上盒 數位機上盒當成一種投資 它是當成一種設施嘛 對 所以這個很重要 其實在國外我還是喜歡講國外的情況 機上盒等於就像電表一樣 對 就是一個基本設施 那今天就裝在每一家裡 然後這個電表電力公司不會特別來跟我們收什麼錢嘛 所以這個將來這個機上盒也是同樣的概念 那這樣的話這個數位化的這個進度就會比較快的達成了 那其實國外就是這樣做的 對 也就也就是說你你是你現在你說你要建議業者是怎樣 就是前面兩台 免費 前面兩台免費 對 那等於第三台以後才開始採取借 押借的方式 押借的方式 那現在業者業者業者有沒有接受嗎 你現在開始大家要換裝 那實在有些人都去買了 很多 那個您講那個是無線電視數位化的部分 有線電視數位化 現在因為有很多家系統業者都跟我們申請那個實驗區 現在其實他們都已經在這樣做了 嗯 比如說像新永安 像這個嘉聯 北港嘉聯 他們都這樣做 就是他們在他們實驗區的戶數裡面 他們都是 前面兩台就是免費 然後第三台押借 而且他們那個還送他們一些數位頻道 那以後 那以後的話 是不是也是民眾 也可以就是選擇說 我要看哪幾台 我看哪幾台 我看哪幾台 我就是護衛多少 有沒有辦法走 就是所謂使用者護衛嘛 你既然是那個機上的腳 將來有辦法達到 達到一個電錶的一個方式的話 是 那是將來是不是也會朝向呢 就是說 所謂使用者護衛 也就是說 我選擇 我不要說我一百多台 根本坦白講 人家能看的 不超過十台 那有照這樣的規劃 規劃在走嗎 是 現在就朝這個方向規劃 數位 數位化之後 其實對民眾來講 消費者最大的選擇 就是他將來可以選擇 所謂的基本頻道 然後可以做分組付費的選擇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分組付費的話 也是他就可以有 他就有這個機會 也可以去選他想看的頻道了 那我再請教 你剛剛沒有回答我這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們為了 為了要達成促成那個 有線電視的一個數位化 因為你現在你看看嘛 就剛剛講2011年 你現在目前的普及利 就到11.28 那假如要按照你們所講的 完成那個就是說 你們自己講說 你希望 你希望在2015年要達到75%嘛 那你現在落差太大的話 就因為你們估算太樂觀嘛 那太樂觀兩個就是 我剛剛提到說 第一個就是你沒有給業者 一個很大的壓力嘛 那你在修法裡面 就包括那個第48條 你只說 你只說你不宜 不宜 那個那個 你只要說他沒有完成的話 你只是得不宜 以放花金銀虛可之兆而已 是 得 那你為什麼 怎麼不拿改成硬呢 就你只要把他 你只要把他 你只要把他 很很嚴格的要求在那個地方 就說 而且很明示的告訴業者說 假如你沒有辦法達成你的營業計畫改變的話 那剛才我就不換照 我就應該 我就不換照 你只要這樣 讓你們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前線 你可以去破 那個那個 去壓迫 你可以去 給他們的業者 給他一個壓力嘛 那所謂這個得 得就是有個選擇的空間嘛 你要 可不可以 那將來就把壓力又放在你身上了嘛 又放在你NCC身上的話 那大家都會 又在那邊觀望看你啊 那你們不是 那你為什麼不在華麗裡面 就很嚴格的 把他定成說 我就是 我不准你 換照了 你講沒有達到 你營業計畫裡面寫出來說 你幾年 幾月幾號之前 你就要完成 那你沒有完成 我就把你執照撤銷掉 這樣那個羅偉雄跟您報告啊 因為我們現在從台灣現在 這個實驗區的那個 整個官訊啊 他們現在很多家都已經關閉了啊 關閉這個類比訊號 在實驗區 我們有一個這個 發現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 因為有些確實在 有些實驗區有釘子戶 有釘子戶 那就必須要給這些 系統業者一些時間去處理 他們現在都非常願意 他們就用送啊 不管用什麼方式去幫忙處理 所以我們現在定得 但是我們我們想說 業者他其實最後 他必須要去處理這個部分 我們也不排除 他說不定會遇到一些釘子戶 所以我們把那個 不換照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 是沒有錯 但是我們也要幫業者去想說 最後如果碰到這些 我們怎麼樣去幫他 解決這些釘子戶的問題 那個畢竟 畢竟你那些釘子戶的話 難道那比例很高嗎 目前來講 目前現在我們看到 已經完成轉換的 目前是還好 不會太多戶數 對啊 不會太多 對啊 在台灣我們不敢確定 對啊 所以所以你 我是接著說你假如是為了什麼 電子 這只是找一個藉口 根本不是那個 所以我是接著 你應該要讓他們有壓力嘛 有壓力才會去做嘛 包括滑環的部分嘛 我是接著 我接著這個滑環 滑得太輕了嘛 你說你滑個 十萬塊以上 兩百萬以下的滑環 那這個對他們來講 你系統業來講的話 他真的有效嗎 是 不痛不癢嘛 那你對這些他們來講 他們不痛不癢的話 他會那個嗎 是 那個委員講很好 我覺得現在 確實可以考慮提高啦 如果我們希望數位化 趕快達成的話 是啊 可以考慮提高 因為你要數位化提高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給他們壓力嘛 對 那你給他壓力的話 你兩個壓力 兩個點嘛 一個就是說你在他換照的時候 你不讓他換照 那他糾察就用 所以你一定要讓他那個嘛 再來就是滑環提高嘛 那這兩個手段 你都沒有辦法去做的話 是 那你根本等於是 修了白修的嘛 是是是 我這個部分我認同委員的想法 我想我們 可以討 朝這個方向 好謝謝